中國政府正是積極推動城鎮化 每年數以千萬計的農村人口 湧向城鎮 這種趨勢對香港的貿易發展商來說 有什麼啟發呢 貿法局高級經濟師王省彪 Billy 在最新一期的貿易櫃刊有專門分析 是的Billy 中國政府推動城鎮化的目標是什麼呢 城鎮化對於拉動經濟又有什麼好處 中國過去幾年其實經濟發展的策略都有些調整 他們現在常常強調的一件事就是 要改變增長模式 其中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可以相對地減少對外貿的依賴 而另一方面加強內需 內部的需求來推動經濟 內需也可以分兩大部份 第一就是投資的方面 其實過去這10年8年 中國在投資方面 其實作為推動經濟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 內需也可以另一個主要範圍 就是消費 消費這方面 中國仍然相對比較低 中國希望可以提高 特別是個人私人消費方面的層面 作為一個推動力 而現在中國希望其中怎樣推動私人消費 就是透過城鎮化 透過城鎮化 希望可以帶動消費的發展 那城鎮化怎樣推動消費發展呢 當然城鎮化其實影響很大 第一就是可以增加投資 也都是增加投資 城鎮化 那你建多一些路 建多一些屋子 那都是投資 但除此之外 我們也看到城鎮化 可以拉動私人消費 很簡單的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看中國的數據 現在城鎮居民佔消費 如果我們看GDP裡面的比例 去到77%以上 但是變成其實佔了很大部分 相對於農村佔其餘的部分 就是多了很多 從這個數字可以想像到 現在城鎮化的過程裡面 對於消費的提升 是很有幫助的 講到內需 城鎮居民和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 和收入都是不同的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析一下 這麽多年 其實中國都經常是說 要提升農民的收入 相對來說 都有些成績的 我們看到他們各項的農民的政策 真的提高了農民的收入 增長是相當之快 都挺快的 但是對於相對城鎮的收入來說 其實那絕對數仍然是相當偏低的 以去年初步的數據來看 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 是等於農村的三倍 同樣消費也是 如果我們看平均的消費 都是等於它的三倍 這個都是全國平均的 如果有些大的城市 有些更發達的城市 可能那個收入 或者消費的水平 是更加高 都不一定的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分野在這裏 所以為什麼 也都要說要去拉動那個城鎮化 其實也都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提高更多人的收入 所以才可以去刺激那個消費 當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時候 和現代城市生活相關的消費品 或者消費型服務 會不會都會大量增加呢 譬如城鎮化裏面 我們看到的 預計 平均的居民的收入 當它搬進城市之後 逐步逐步會上升 你多些錢 才可以去消費 在這個城鎮化的過程裏面 他們那個消費的模式 都有些轉變的 譬如說 可能是以前 他主要說 是解決一些很基本的需求 是吧 食物之類 好了 下一步 他可能要買一些比較 好品質一點點的東西 追求一些高品質的東西 隨著你的城鎮化的生活模式改變 你消費的那個類別 都可能有轉變了 除了一些基本的需求之外 可能我們看到 其實在城鎮裏面的消費模式 是比較多 是傾向於那個消費服務 所謂 譬如很簡單 你一些生活的忙碌 有很多的事情 你不會自己做的 你就會幫助外面的服務提供者 還有整個模式轉變的時候 特別是 入息高了 進入中產階層的時候 你整個的形象又不同了 可能對很多的消費服務 比如說 娛樂 餐飲 一些健身 美容 文化活動 或者旅遊 這些消費 都會多了很多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看中國的數據 你看到 餐飲 只是餐飲 即是現在說 你外出 吃東西 那個比例 佔城鎮居民 用在食品的消費裡面 比例 由2000年 有時候是14.7% 上升到2011年 已經去到差不多22%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 城鎮化 越來越明顯的過程裡面 整個消費模式都在改變 對於消費服務業 會帶來很大的機會 中國的新興城鎮 不斷增多 對於港商來說 怎樣經營佈局 Billy 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在未來這幾年 按著中國 所謂的城鎮化的計劃 他們就比較著眼於 發展一些 中小型的城市 他們就不再著眼於 發展那些大的城市 大的城市 已經很大了 再大的可能是承受不來 反正他們著眼於 發展一些 中小型的城市 或者整個城市的 那個層次 那個分界 這些發展也不再 只是聚焦在沿海 那些已經發達的地區 會越來越擴散去中部 以至中西部的地區 我們可以想像 這些中小型的城市 未來的發展潛力 其實是很大的 譬如長三角 已經發展了這個城市 作為一個例子 來看 其實在長三角 一些二三線的城市 你要去看看 他們的工業化也好 商業化的活動 是相當活躍的 這些都可以提供我們 很多的機會 未來這幾年 我們都不要忽略 譬如在其他中西部的城市 一些比較低層次的城市 那個發展的機會 是我們很值得去留意的